宁市长已经四十多岁了,旭贤娶了一个小了他十岁的娇妻,生了一个女儿,据说宁家儿子多,女儿少,注定了小千金一生下来就几万千宠爱于一身,一个百日宴办得过于高调了,打破了宁家一贯清廉的行事风格。 丽四爷,我们老爷有请,请一步,老爷请四爷和夫人一块钱去说说话。 想去吗? 去啊,拜访他老人家是应该的,管家将他们引到了西厢房,一处幽静的院落。 在宁家老爷子的会客室里面待了半个小时,笑意如坐针摘,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,也不敢贸然地插话,只有在宁老爷子找他说话的时候才会回个一两句。 全城都是安安静静的,很懂分寸。 我和宁老有些事要谈,你要是想枯燥,随着去转转。 宁老爷子,我进来您家的时候,很喜欢您家里的装修风格,不嫌我无礼的话,我真的是想要去逛逛的。 第百年的老房子了,四夫人见孝,老陈,照顾着点四夫人。 是。 他对宁老微微欠身,然后看了看立会安,双眸炯炯有谁。 直到走出他们的视线范围,几背挺得都是直直的,很端庄。 哼,看来传言有误啊,我看你的小妻子,很可爱。 张宁老前笑了。 我呀,活的岁数可比你们长,什么有事要和我说? 你今天就只是来帮你爸传话的,刚才都说得差不多了,你是看他在这儿待得心不在焉,给他解围呢。 他现在胡闹,待久了,怕饶了您。 从宁老那儿出来之后,萧依依长长地舒了口气。 四夫人,后院人少,要看风景的话,后院最合适不过。 哎,不了不了,我就是随便逛逛,怎么能去后院呢,这也太不礼貌了吧。